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向东 这是星期六的下午 现在是温度是64度 最高温度65度 马上要到最高的温度 加州上一星期有三天都是下雨 今天终于放晴了 还不是那么特别晴 但是已经有这种太阳 可以晒到身上比较温暖的感觉了 我们也可以穿上短袖了 可以享受这个午后的美好时光 上午和朋友一起聚会 在一起聊聊天 说说来美国的酸甜苦辣 然后互相提醒一下对方 也是一个很好的休闲 有的朋友就去提货 比较繁忙 就是道一生珍重 多保重 如果难得有休息的时间了 就好好地休息 为了更好的出发 今天有的朋友还在上班 在班上工作 所以辛苦了 我们是享受这个午后的阳光 享受着加州的阳光 非常的温暖 晒在身上 暖洋洋的 有一种想打瞌睡的感觉 在冬日里享受着阳光 非常美啊 而且这边这个建筑 这个黄的红的 颜色也非常的鲜艳 非常的亮眼 我们给他点个赞 给生活点一个赞 感谢 感恩我们能够在这里 能够享受这种阳光 能够去自由自在的生活 能够实现自己走遍美国 环游世界的梦想 好 谢谢 再见 有空再聊 拜拜 我是张昂东 在美国的家中 给您带来的报道